大客车撞上陷高杆一死六伤 广西桂林交通事故引发关注 避免硬碰硬 陷高杆有制度也要有温度 减少滥射乱用 陷高杆如何不再成为夺命杆 各位晚上好 欢迎来到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50多人坐在一辆大型的旅游大巴车上 在晚上的时候本来挺安静的 突然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高杆 把整个车顶给消掉 最终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六人受伤 这个是4月17号发生在广西桂林的一起 这两天备受国内新闻媒体 关注的一起事件 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会发生 其实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前 还有很多的陷高杆变成了夺命杆的事件 那我们如何来让这样的硬碰硬的事件 不再发生 不让生命再失去呢 我们到底应该反思一些什么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两位 和大家共同来反思 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平 还有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者 欢迎两位 我们还是先和大家一块 先通过第一个小片来了解 回顾一下当时事发现场的一些情景 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 大客车被卡在幅路的陷高杆下 车辆顶部被陷高杆卡住 车辆无法挪动 地面上满是被撞粉碎的玻璃 事故大客车上有7人被困 在排除其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之后 救援人员利用单架进行救援 20时53分 7名被困人员被顺利救出 并移交给120进行处置 据了解 事故旅游大客车上实际乘坐55人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前 已经有48人自行脱困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6人受伤 大客车驾驶人已经被警方控制 根据桂林市交警部门的通报 该陷高杆有铁路部门 为保障高铁运行安全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 媒体报道称 涉事陷高杆高3米 涉事车辆高3.88米 但是该路段是铁路口立交 主路辅路均从桥下通过 且有陷高标志 其中主路陷高4米 辅路陷高3米 如果大巴走主路穿行 高度是足够通过的 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 这起事件目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警方的 现在的一个表示 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交警方面表示 司机是负有责任的 尚无正式的处理结果 不过这个事件当中 显然是有很多的疑问 带解开两位 比如说这个司机 是什么样的资质 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路线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当时处在一个 我们通过下面这张图吧 先来看一看 当时所在的这个车呢 这个车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主路旁边的辅路上 而现在我们看到中间的 比较大的有双向车通行的 这个主路 它的线高呢是4米 但是在旁边的这个线高呢 是要低一些 是3米多 才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回顾这样的一个 非常惨烈的现状啊 赵老师 可能你首先想了解到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我可能先首先问的是 这是不是一起孤立的偶然的事件 我想这个从这个相关媒体的披露来看 类似的事情其实发生的非常多 这就是为什么2019年2020年 我们全国都在整治线高杆 从而使线高杆在设置本身 会变得更加的规范 这个事情首先不少见 对 但是从这个问题当中 我可以首先去分析两个事情 第一呢就是这个线高杆 安装的过程当中 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 因为根据这个道路安全保护条例 线高杆的设置不是你想设就设 也不是说你道路运营单位 想设就设 因此它需要相关的交通主管部门来批准 另外一个就是线高杆的设置 这个高度是不是达标 我们国家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当中 对于等级公路 比如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它的线高杆标准是不得低于5米 那么像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是不得低于4.5米 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对于像刚才看到的 这个辅路 以及还有这个城市的道路交通 就是室内的交通 那么还有乡镇的乡村的道路交通 应该设置多少的线高杆 我想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之后 设置才是合理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设置的这个部门 是铁路部门 为了保障前方的一个铁路桥 而设置的 那到底我们在这个路上 看到的线高杆 它是哪些部门可以来设置 可能很多处处 我们的交通部门 我们的道路管理部门 甚至于有一些 我们的一些村委会 根据我们的这样 好像都可以成为 设置线高杆的部门 它好像根据公路法 和它的设计规范 只有现在好像是线级以上 才可以设 不是说你一个村 或者是我自己 家里门口想设 一个就可以设的 首先从这一点上来讲 包批也不行 对 就是你没有这个资格来设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线高杆 刚才讲的这个5米和4.5米 都是指你这个净空 就是前面没有什么阻拦物 那么你因为什么原因 你就设 你就不能低于这个 但如果前面有阻拦物 就像你刚才说的 它这个情况 是前面有一个铁路 其实我们就说 这个事儿其实问题 还不在这个线高杆 那么线高杆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在这个寒洞的问题 就它前面有一个铁路桥 那么铁路桥 实际上也有相关的规定 就像刚才赵平老师说的 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 它就包括这个公路桥寒设计 有一个通用规范 然后还有这个标准 轨距铁路建筑县界 也有相关的规范 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的规范里面 也是说它的净空 是要有4.5米以上 这是说在室内 刚才说了1234级公路 也是在4.5米以上 而且对于这个铁轨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铁路桥的这个高度 它刚才说 它在里面是说 如果底下是走这个 有轨电车的话 是要在5.5米以上 无轨电车要在5米以上 汽车要在4.5米以上 如果这个下面是走自行车 或行人的 要在2.5米以上 如果是其他非机动车的 是在3.5米以上 所以它这个其实呢 就是目前应该说 它还是规定的非常清楚的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呢 就是无论它走主路还是辅路 它的主路现在 其实是没有在4.5米以上 它的辅路现在是在 大概3米左右 如果它的辅路是限制 这个机动车走的 那它是可能是符合规范的 如果它的这个辅路 本身就是允许机动车走的 那恐怕它还不一定 是符合规范的 所以我认为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 城市管理的这个规范 首先它是不是有遵守 我们现在对它还存有疑问 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要等警方的 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当然也有可能 它的这个桥 比如说如果是很久以前修的 它的规范可能跟现在不一样 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现在这个规范 和当初的设计 已经是不同步了 现在是要更科学一些 为什么设4.5米 我专门问了一下 规范的专家 他说因为在城市里面 所有的建筑这个限高 4.5米以上 是因为要能够方便 消防车能够通过 那些特种车辆 它是特别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为什么赵老师 你说我们之前 这样的一个事件并不少见 那我们现在这个案件 虽然还没有一个 具体的原因的总结 但您觉得之前的那些案例 它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出在哪儿吧 我认为首先就是 依法设置限高杆 同时还要提前设置 多次的提醒 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可以借鉴 比如说很多城市交通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限速摄像头 那么以前 限速摄像头 可能只是安装了之后 如果你违规了 就会被罚款 但是现在你看 限速摄像头 之前会有多次提醒 说前方多少米 有限速摄像头 那么现在在这个 限高杆问题上 我觉得参考这个思路 你既然有了限高杆 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 保护城市的道路 桥梁还有隧道 那么是为了保护 这些道路设施 因此它初衷 不是为了说限制这大货车 把它卡在里面 或者为了给它罚款 因此多次 在这个限高杆之前 有一些提醒 就可以使避免 像刚才新闻事件里提到的 大货车被卡住 这样的问题发生 因为无论它是被罚款 还是最终怎么样 它也会有人身和财产的损失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我们不能用这样 硬碰硬最坏的结果 来处理和防止 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 出事的这个地方 据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说 同样在这个地方 已经连续发生过 三次事故了 这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 我们管理不足 或者就是可能有一些 设计和规划的问题 在里边呢 另外在2019年的 交通运输部指导各地 还开展了一个 为期半年的集中 来整治这些限高 或者是限宽的这些设施 和卡点的专项的 清理的行动 经过两年多的整治 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成效 但是后来也说 在去年的一段时间之内 这个势头又有所反弹 我们通过下面一个小编 来了解一下 我们在清理这些 限高限宽的设施的时候 为什么它会 屡屡的再次的复发 截止到2020年的12月31号 全国累计拆除和取缔 违法违规设置的公路 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 一共是18154处 依法保留的35215处 主要是为了保护好 上跨的桥梁收费站和农村公路 2020年10月9号 国办督察室通报 河北 山东 河南等地 违规设置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等问题后 交通运输部和有关部委 联合印发专项整治通知 聚焦公路和城市道路 两大领域 由各地交通运输 公安 生态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 谁设置 谁清理的原则 对照六个必须的标准 进行清理规范 相关部委表示 经过近两年专项整治 全国国省干线公路 违规设置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但仍存在个别地方公式牌 安装不到位 新增设施和卡点不规范的问题 赵老师您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专门有一句 坚决整治违规设置 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 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 这为什么会是放到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专门拎出来一个非常细节的整治的内容 但我们在过去的这种乱象发生的原因 它到底什么原因产生的 它到底后来又限制了什么呢 我觉得就以陷高杆为例 实际上这么多的陷高杆是背离了 设立陷高杆的初衷 就像刚才提到 陷高杆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公路 桥梁和隧道 但是现在设立陷高杆 目的是多元化的 比如说有些城市觉得 大货车进城之后 会带来拥堵 城市混乱 影响世荣世贸 因此通过陷高杆 避免大货车进城 那么实际上 它违背了陷高杆的初衷 还有人认为 陷高杆的使用 避免大货车进城之后 可能整个的环境质量 空气的质量就会有所好转 这也是将污染的问题 归咎于大货车进城 应该说这种想法 也不是正确的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 设置陷高杆之后 不收费的公路 设置陷高杆 而大货车要绕行 就要走收费的公路 这回收费的公路 带来了创收的机会 那么还有 有的人说设置陷高杆可以 如果你想通过 那必须得开证明 而开这证明需要手续费 又多了一个收费的渠道 所以我认为 陷高杆现在这么多 琳琅满目花八门 实际上是背离的 它初衷 也就是为什么 国务院要提出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国务院 在2019和2020 还要连续整治的主要原因 看来这个底边的利益 还是很多的 纠葛很多 但是除了万者 我们刚才片子里提到 我们经过一系列的 清理整顿的 取缔的18000多个以外 那毕竟还有一些 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 另外那些没有被取缔的 我们现在看起来 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些 非常详细地规定的 就没有应该改进的地方了吗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 像我们这次看到 桂林发生的这个事情 生命在成为代价 我觉得这确实是这样 一方面就是陷高杆 他应该是要为公立 而不能够为私立 我们目前看到 除了刚才讲到的 就是为了这个 比如说避免自己的成本提高 或者是说 无端地提高别人的成本 或者甚至是一些 就算上 其实就算上是一种 逐利执法 或者暴力执法差不多了 甚至有一些村 刚才说的 就是它其实层级非常低 根本不应该 就是有这个权利去进行 就是这个陷高杆的设立 它也进行设立了 那这些呢 我觉得其实都是 追逐私立的表现 而不是真正的为了保护 既不是为了保护 这个基础设施 建设的这个基础设施 也不是为了保护 人民的生命财产 或者是生命健康的安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咱们要看到 就是我们要规范 就刚才说 其实它也不规范 那么另一方面呢 其实也要有服务意识 那么从服务意识来说 我觉得现在 其实也有规定 就是说你在一段公路上 包括一个地方 你的整个这个 这个限高的这个 是要一致的 你不能说 我这里有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你以为人家 是在跟你玩游戏呢 是吧 对于大客车 大货车来说 都会非常的危险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一次在广西 发生的这个事情 几十个人出去玩 结果有的人 就没有办法继续 就是回去了 那还是很令人痛心的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它是 号称是一个外地车嘛 它不熟悉这个路段 据说前面几次 发生这个事故的 也是外地车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在这种状况下 可能你在进入 一个城市之前 这个城市就要 有一些提醒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城市里面 可能有一些路段的 限高大概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 就是咱们自己开车 有一个这个 生气的体会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路 你到了那儿 你如果到了那儿 那儿限高 即使你 即使你就是到了那儿 你降速降下来 即使你停在那儿 你又怎么能退回去呢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 难道不发生拥堵吗 不发生别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你要有服务意识 这很关键 对 而且我发现 现在大家 无论是大客车 小客车 小轿车 大半都用导航 但是在这个导航上 你要非常清晰地 看到哪个地方 限高了是多少 限宽了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数据 我们还没有那么清晰的 一本台 这样吧 我们如果要再补充一下 希望把它更完善的话 有些什么样的 技术性的办法 能够去解决它吗 比方说有人设置一个 很软的 撞上去没事的限高杆 您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比如说限高杆 在真正出现之前 前面有一些软性的限高杆 作为一个提醒 我觉得这样的装置 还是必要的 而且那样限高杆 如果你不小心走错路 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会直接带来损害 虽然你可以 不能像刚才 像万哲那样说的 可以倒回去 那肯定是不行 但是至少你可以停下 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 我觉得这些提醒 是可以通过发挥 我们的智慧 来创造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 要从这个限高杆 扩展到整个城市管理来说 现在城市管理要有制度 要有制度 才能够更有秩序 无规矩不可以成方圆 但是同时也要有温度 毕竟我们城市 是人民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们城市管理 还要更加突出 以人民为中心 老百姓需要什么 老百姓需要怎样的服务 我们在公共服务的 这个方面 要进一步地去改善 这就说明 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 有很大的改定空间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补充一句 就除了在前面加一个 比如说这种软设备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咱们能够看到 这个出事大多是大货车 大客车 都是运营车辆 其实运营车辆 我们在此前就已经知道 公共交通部门 对他们是有一个定位系统的 也就是说 它其实应该有一个 因境的义务 要对他们进行提醒 或者是说 在这个定位导航系统上 要让他们知道说 什么地方是危险的 什么地方该减速 什么地方要限高 我觉得就是 现在的这个公共管理部门 要有这样一种服务意识 就是说 你的这种管理 制度管理 不能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的行政 你是要为了方便老百姓 你要把这个最终的目标搞清楚 知道自己的服务对象是谁 而不能够说 我规定一个法制 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好监管你 为了我好监督你 是吧 为了我好把你给管住 这个不是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社会 就是比如说交通运行通畅 然后让大家开车 开得更顺畅 是吧 那么你这个交通设施 比如说更安全 人民生命有保障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不能够以自己的行政便利 为前提来做这个事很重要 这似乎就是 我们在运营企业的时候 你从一个很简单的KPI 转移到这个OKR的考核 不是一个单纯 你设置了多少个 限高的限宽的东西 那个不是你的核心的目的 不是你的目标 对 不是你的目标 只是你的手段之一 对 不能作为你的成绩 而且应该作为 你最后考察的是 我最后这个交通是否流畅 是否安全 大家是否满意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最后两位觉得 我们如何来让行程 这是一个非常有形的管制 无形的管制 软性的管理 还有待补充的地方吗 我认为还有一定的空间 首先对于大货车司机来说 我认为加强相关的培训和指导 还是非常必要的 在驾车过程当中 在限高问题上 要有特别的提醒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我想撞到限高杆 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小 然后同时能够把提醒做到位 真正以预防出事故 预防大货车 则破坏道路 作为一个执法的目标 从这个前提下来提醒大家 对 这一次生命的代价 的确让我们值得很多的反思 我们到底应该把它 如何来进行一个总结 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马上回来 在一个看上去 有一点低了的限高杆面前 我们又失去了一个生命 但是恐怕需要提高的 不光是这一个限高杆 而是一条路 一座城市 一个政府的治理水平 和治理能力 因为衡量起来 管理好限高杆 也是衡量一个 城市管理者的标杆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